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真言 14章17到35节 早期我们读真言的时候 认为真言是一节一节的 好像就是各自独立的 格言啊 经句啊 或者人生的一些 道德提醒等等 但是呢 在学者的 研究和努力里面发现 在这个每一章 彼此之间呢 其实是有 思路 也有主题的 那么同样的一句话 放在不同的主题 就有不同的内涵 那我也有一个补充啊 就是说真言它常常是 平行的两句 要么是相同的意思 要么是相反的意思 可是你会留意到 他们这两句的平行 不管是同意或反意呢 常常不是那么精确的对仗 这是希伯来文 他们文学上的一个 特殊的表达方法 这个不精确的对仗啊 就是要补充说明 比如说我们进到今天的 进度 我们昨天有提到 按照分段的话 应当从十六节开始 十六到十九节 是一个段落 那十六节说 智慧人惧怕 其实我们不知道 他惧怕什么 那就要从后面 来补充他 欲望人却狂傲自恃 狂傲自恃 就是认为自己 就是最对的 最大的 他其实就什么都不怕 那所以这个惧怕 是指怕什么 怕上帝 他原文也是敬畏 所以应当是说 智慧人敬畏上帝 就远离恶事 那欲望人呢 狂傲自恃 就是他不敬畏神 他不怕神 就是奴隶的行恶 知道这个意思吗 就这两句 看起来是 反义的对仗 反义的平行 但事实上 没有完全精确的 精准的对仗 他就是变成一个 互相的补充了 那十六节 他等于是一个 开头的标题 十七到十九节 就在说明 欲望人怎么样 狂傲自恃 欲望人会怎么样呢 他的脾气不好 轻易发怒 因为他狂傲 他觉得自己就是 最对的 最尊荣的 最有身份地位的 他就轻蔑 瞧不起人 那他就轻易发怒 可事实上 他的这个发怒 就显出他的欲望 行事欲望 因为他听不下 别人的建议 他更不可能 听进去人家的责备 警告提醒 都不会的 那他是狂傲自恃 他不敬畏神 他什么都不怕 当然他就会 设立 诡计 那设立 诡计的 被人恨恶 就是说最终 他的诡计 会被揭露 被揭穿了 会被人恨恶 那这个欲望的人 狂傲自恨 结局是什么 愚蒙人 得愚昧为产业 他不断的 狂傲自恃 他不断的 行事愚昧 轻易发怒 设立 诡计 最终他得到什么呢 得到他的愚昧 自食恶果 那通达人 就得 自恃为冠冕 通达人 他好像带着一个冠冕 就是人看他知道 他是真的有 智慧的 有知识的人 那还有什么结果呢 最终 坏人 浮浮在 善人 门前 恶人 浮浮在 义人门口 这里 就是比较精确的 平行的对仗 对不对 坏人跟恶人 比较精准的对仗 都是浮浮 浮浮是下拜的意思 在善人或义人的 面前或者门口 这代表什么 代表 恶人最终的结局 他是被人恨恶的 他失去他的权势地位 他只能做奴仆 或者是在义人的门口 受审判 这是至终的结局 智慧人因为敬畏神 远离恶世 他就得着知识为冠冕 最终他会被高举 有尊荣 那二十节到二十四节 也是一个段落 二十节一样 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标题 后面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是在说明他 那二十节他提出来一个非常赤裸的 令人难堪的真相 就说贫穷人 连灵舍也恨他 富足人 朋友最多 平常这个亲戚朋友 邻居没有什么往来 加持有一天 我们发财了 那很多亲朋好友 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可能就突然来找你 我们看过很多 突然间一夕成名的 一些人的故事 包含一些NBA的球员 他很年轻 十九岁二十岁 那突然有一笔很大的签约经 一戏致富 哇那身边所有认识不认识的 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都来做他的朋友了 哇他很开心 这是一个很赤裸的现实跟真相 贫穷人连灵舍也恨他 那个恨他就是说厌恶 不想靠近他 那富足的人呢 他的朋友最多 所以他也是互相补充 贫穷人跟富足人是这个相对的嘛 灵舍跟朋友嘛 那恨他也表示少 那二十一节就来回应这件事 藐视灵舍的这人有罪 你不可以因为他贫穷就恨他 这里是说 我们不可以向自己内心的黑暗跟邪恶来让步 不可以看人家好像是贫穷 我们就讨厌他 就排挤他排斥他 反而这里说 要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 他是在说明 现实是这样 世界的价值观 好像世界的形式法则是如此 但是智慧人不可以这样 藐视灵舍的这人有罪 那表示有一个更高的权柄 在留意这件事 你怎么样对待你身边的穷人 藐视灵舍 你藐视他 你藐视贫穷人 上帝知道 上帝不喜悦我们藐视贫穷人 因为那个藐视就代表一个骄傲 我们向自己内心的黑暗让步了 妥协了 而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 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 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 这就讲的更也是补充21节 对不对 你藐视灵舍就是谋恶的 图谋恶事的 那谋善的就是怜悯贫穷的 必得慈爱和诚实 你善待贫穷的 上帝就善待你 你得着上帝的慈爱和诚实 哇那实在太美了 23节跟24节一样是在补充说明20节 因为20节他只是很中性的讲 贫穷人连灵舍也恨他 富足人朋友最多 这是一个看得见的现实 很赤裸的真相 但是呢 在真言里面 他要补充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去藐视灵舍 我们会去藐视灵舍 代表我们的心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的富足 我们会觉得比他有钱吗 才会去藐视他 如果我们按照现实的眼光 我比他穷 我怎么敢藐视他 那我有富足 可是真言的作者要补充 你的富足也必须在 敬畏神的智慧当中得着 所以23节他就强调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 嘴上多言乃治穷法 多言就是光说不做 你光说不做 你就穷法 但是你因为敬畏神 而有一个殷勤的话 上帝会回报我们的殷勤 智慧人的财 为自己的冠冕 就说你纵使是富足的 你也必须是因为 依靠神的殷勤 而得的富足 这样的话 你的富足才会是你的冠冕 而愚望人的愚昧 终是愚昧 愚望人 他不像智慧人 智慧人会依靠智慧得着这个财富 他好像头上带着冠冕 那个财富变成他的冠冕 为什么他的财富会成为冠冕 冠冕是一个荣耀 就人一看见他 就看见荣耀 不是说人一看见他 就看见他很有钱 就尊荣他 不是 而是人一看见他 因为智慧人的财 我们要从前面的真言里面来看 他是一个公义的慷慨的诚实的 所以这个智慧人的财 他是会去帮助怜悯贫穷的 所以人会看到他的冠冕是他的怜悯 他慷慨的来施舍他的财物 这才成为他的冠冕 不是有钱本身 是有敬畏的心而得的 一个真智慧的人 他的财 财是自己的冠冕 愚望人的愚昧 愚望人他的拥有 就是愚昧 他没有任何东西 他只有愚昧 终是愚昧 就是他拥有到最后 他自己是愚昧 他所拥有的一切也是愚昧 就是说前面提到的 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 25到27节也是一个段落 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 突出谎言的施行诡诈 这个是一个法庭上面 当时候很在法庭上的判断 很依赖见证人 他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提到 他很容易有操弄的空间 而这个人 他如果做真见证 能够救人的性命 突出谎言的会施行诡诈 因为他做假见证 那他就会害人的性命 就施行诡诈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的生命大有依靠 不仅他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的儿女 一样也有依靠 避难所就是一个 可以依靠躲藏的地方 27节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 那么我们就明白了 25节跟27节 25节提到说 做真见证可以救人性命 那27节就提到 因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 所以他的内里 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的内里是希望 祝福人帮助人 所以他有生命的泉源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 因为他讲真话 他做真见证 他可以救人的性命 他有生命的泉源 而他敬畏耶和华 所以他自己有依靠 也祝福了他的儿女 我们说14章前面 昨天的主题是什么 依靠智慧建立家世 并且呢 依靠信心走向兴盛 你看见 好像 坚恶人住在房屋 那正直人住在帐篷 你不要被蒙蔽 你要坚持 依靠信心走向兴盛 那刚刚我们所看的 这三个主题 16到19节就是说 敬畏神 至终要得高举 20到24节是什么 在敬畏神的智慧当中 得财富 25到27节是什么呢 敬畏神的人救人性命 而且祝福自己的儿女 也就是说 救了别人 祝福别人 也救了自己的儿女 祝福自己的儿女 这一整个大段落 从第一节 一直到27节 都是在讲建立家世 因为敬畏神 因为倚靠智慧 能够建立家世 那28到35节呢 就是要倚靠智慧 建立国家 帝王荣耀在乎名多 君王衰败在乎名少 这一句非常非常的 有智慧 也提醒 也让这个领袖 或者君王 在位的主管 有一个很大的提醒 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君王 是你需要人民 不是人民需要你 或者说 你跟人民 其实是一个互相依赖的 当没有人民的时候 你也不是王 你不要以为你是王 你就可以对人 以止气使 所以后面其实都在补充 说明这个28节 在提醒说 这个君王 他怎么样治理 使得他更有荣耀 可以得着民心 所以29节就提到说 不轻易发怒的 大有聪明 性情暴躁的 大显欲望 当人有权势 有地位 当人像君王一样 有权柄 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骄傲自逝 对不对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掌握生杀大权 我们握有一切的资源 我要你生就生 我要你死就死 这会让我们非常的狂 就会轻易的发怒 所以他说 不要轻易发怒 你这个帝王要得荣耀 你不能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的 大有聪明 你已经做了君王 你有权柄权势 你仍然要前辈 性情暴躁的 大显欲望 你的暴躁就显出你的欲望 你是一个愚昧的王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安静我们就不容易明白 他在讲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我们得从他的第二句 平行的这个经文里面来 理解他 极度是古中的羞难 心中安静 就是我们不要去极度别人 当一个君王 你说你拥有一切的权势 会不会去极度别人 会啊 当大卫他们打了圣仗回来 这些富人唱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 扫罗心里不舒服了 你是王 你拥有一切的权势 你一样会有极度的心 极度是古中的朽烂 它是在内里的 人看不见 但是他在里面 有很深的苦毒 在里面清洗你 让你非常的痛苦跟煎熬 但是你是有智慧的君王 你要安静 你不应当有嫉妒 欺压贫寒的是入末造他的主 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一个王一个恶王 他会去欺压贫寒吗 我们看到这个烈王纪 我们就看到很多邪恶的王 他去抢这个 比如说挪伯的田地 对不对 他去侵占 去抢夺人家的财产 特别是欺压贫寒的 那意思是什么 你是王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你跟他同有一位造他的主 你也在上帝的权柄底下 你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欺压贫寒的是入末造他的主 有一个更高的权柄 你要向他负责 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所以你是王 你有资源 你应当去怜悯穷乏 恶人在所行的恶上 必被推倒 如果你是一个邪恶的王 你最终会被推倒 而你是一个敬畏神的王 义人临死 有所投靠 最终上帝是你的依靠 33节 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 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 他这里在讲的是 心跟行为 你的行为显出你的心 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 所以聪明人 他会显出他的形式聪明 而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是愚昧 所以他所行的显而易见 会看出他就是一个愚昧 他在告诉王说 你要确保你的心要有智慧 要不然你所下的命令 立刻就显出你的愚昧 你所下的命令 立刻显出你没有智慧 是显而易见的 你不要以为你高高在上 你是王 你有权势 但是市井小民 人反而一看就可以知道 你在显出你的愚昧 你真的不懂 真的没有智慧 其实这个也很多可以看见 对不对 在很多极权的国家里面 我们会看见 身边的人没有人敢跟他讲 他的错 所以他做出一些很可怕的决定 显出他的愚昧 公义使邦国高举 罪恶使人民的羞辱 你是帝王 你有权柄 或者你是主管 你是领袖 不是你可以使邦国高举 是神的公义 你应当知道 你要向上帝负责 而一个国家能够兴盛 是因为遵行神的公义 公义使邦国高举 不是你 那你要行公义 表示你必须敬畏神 你必须谦卑 而你犯罪 你骄傲自私 你犯罪 是人民的羞辱 这国家就会没落 那智慧的臣子 蒙王恩惠 遗修的仆人 召其震怒 他在提醒王怎么样 你要用的臣子 必须是有智慧的臣子 有很多的王 骄傲自私 他喜欢人来谄媚他 拍他马屁 所以他专门用这些 拍他马屁的人 而这些人是 遗修的仆人 最终他会坏事 最终他会害得你国家败王 你就会对他们非常的生气 你应当要找一群 有智慧的臣仆了 那这些臣仆会帮助你 那么他们也会得着 蒙王的恩惠 真言十四章在讲 依靠智慧建立家事 依靠智慧建立国家 那么依靠智慧建立家事 在这个建立的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现实有一点 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饥饿人的房屋必倾倒 正值人的帐篷必兴盛 就是你会看到 饥饿人是住豪华的房子 那正值的人你自己好像住在帐篷 那作者说 你不要被骗了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你要依靠信心走向兴盛 然后今天的进度 继续是在这个主题之下提醒 你要敬畏神 至终会得着高举 你的财富也必须是 在敬畏神的智慧当中得着 而且我告诉你 你敬畏神的人 你会可以救人的生命 也会救你的儿女 所以你不要被你眼前的 这个看到的现实所蒙蔽了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这个世界在告诉我们 一个价值观 这个世界在告诉我们 成功之道 你不要跟着他走 至终要成为死亡之路 你必须持续的敬畏神 那28到35节 就是要依靠智慧建立国家 他开门见山就告诉你 你和人民是互相依赖的 不单单人民依赖你 事实上你也需要人民 没有人民你就不是亡了不是吗 那这个亡要怎么样 不要轻易发怒 不要嫉妒 不要欺压平寒 你作恶最终你会被推倒的 你心中要有智慧 你要行公义 不是靠你自己能力 是行公义 而且你要找到有智慧的层子 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这里讲到 依靠智慧建立国家 虽然我们都不是君王 大部分我们当中的人 你不是王 可是我们可能是主管 我们可能是领袖 其实我们和被管理的人 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互相依赖的关系 不要因为我们有了权柄 我们有了资源 我们就对人以止气死 就嚣张跋扈 就好像很骄傲致死 这反而显出我们的愚昧 我们应当倚靠神 敬畏神而有智慧 按着公义 按着神的智慧 来治理和建造 也努力的让我们身边的人 是充满智慧的 充满智慧的人 有时候会对我们讲真话 我们不容易 不见得喜欢听进去 但是我们需要来听进去 为什么呢 帝王荣耀在乎名多 我们要得尊荣 得荣耀 我们做一个主管 我们要做得好 那么我们必须谦卑 我们必须聆听 人的建议 建言 最后我们去讨靠 亲爱的主 要建立家世 需要依靠智慧 建立国家 也需要依靠 从你而来的智慧 带着敬畏的心 主我们在建立 不管是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家庭 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的挣扎 因为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这样 努力 这样的连结 这样的殷勤 好像我们仍然住在帐篷 别人却是可以 住在华丽的房屋 主事恩怜悯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信心的眼光 提醒我们 由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要成为死亡之路 叫我们带着信心 持续的坚定的 走正直的路 持续的敬畏你 信靠你 做一个智慧人 建立家世 建立我们所管理的 这个企业 管理的家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设计 我设计